10月23号 歌手信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发文 成亲女儿遭生母弃养一事 她写道 因当年的环境无力抚养 才请家母带为抚养 张小姐并无弃养 对应时间久远 母亲回想有误差 导致女儿误会 向对方道歉 随后当事人张小姐张玉凤发文回应 我不想再多说这么久以前的事 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 小孩唯有努力争取探视 我没有做错事 据悉信的女儿小丸子 在综艺一路成年中 自爆自家奶奶说自己母亲小时候 越将其送养 遭奶奶反对一事 引发热议 我奶奶最常讲的就是我出生的故事 我是一个意外 生母本来要把我送养 所以我奶奶就知道这件事 就很生气 然后她就说你们不养我养 我出生18天她就把我抱回家 就是她一直养我 现如今信出来澄清 是其母记忆有偏差 吃瓜的大伙就散了吧 芒果老新闻 希望得知真相的小丸子 开心长大哦 不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